速度很快 看到了 這就是甜美假面的好處 就是直接攻擊後排 作為SR來說 最大的特色是很容易升星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來跟大家介紹競技 以及我們的角色提升 又如何有助我們的競技 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奔壞樓 究竟要什麼角色 在介紹之前 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LIKE 以及分享給朋友們 我們正式開始了 選擇協會競技來看看我的陣容 大家看到童帝 原子武士 黃金球 疫苗人 背心大師 以及吹雪 其實我當時最主要是要童帝 以及黃金球為中心 原子武士剛好抽中 他也有崩壞的技能 也可以幫助崩壞的角色 但最主要是童帝 以及黃金球 還有就是背心大師 背心大師可以幫我們開技後 整列地開盾 我們直排一列 疫苗人 其實只是因為抽到 只是充一充戰力 吹雪每次用完一次技能 可以幫助我們隊伍的最小血 可以幫助他加盾 出去看看排陣 亦跟大家介紹一下PVP有什麼角色 吹雪這招超能護體 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他行動後會用盾給我們最低生命的角色 吸收20%自身的生命值傷害 所以PVP其實也挺好用的 我試過被吹雪打到飛起 那就是別人用無症騎士加上吹雪 然後一下子載起來就沒了大半血 另外跟大家介紹一下PVP 其實也挺厲害的角色 這角色是極推薦的 甜美假面 為何甜美假面極度推薦呢 因為基本上這角色是... 雖然你看到它是SR 但它擁有SSR的實力 簡單說一句 這招除惡之拳是超級瘋狂的 為何呢 因為攻擊後排單體目標2-5次 最多可以造成500% 基本上PVP來說 有很多人會放強力的角色在後排 加上這隻甜美假面 還可以造成500%的攻擊 所以這角色的確可以在PVP造成很多優勢 另外就是它的招式的核心 現在我們並不是說很多角色有核心 而這隻甜美假面也有核心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這隻角色 去培養這隻單體輸出的角色 作為SR來說 最大的特色是它很容易升星 例如我找一隻黃金球跟大家說明 黃金球我已經升到三星 為何會比較容易呢 因為它本身的碎片 我可以用萬能碎片換 而如果你說你本身是SSR 你很難推上三星的原因 就是因為碎片很難有 我相信我的童帝應該暫時會卡住了 大家可以看看 升到三星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你三星的時候 你的暴擊率會增加10% 如果你說你有童帝的話 這個很重要 就是因為童帝很靠爆擊 所以我就升到黃金球和童帝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隊伍 這次介紹了什麼角色比較重要 我們就直接去競技場玩玩吧 好 看看我們是否能做到 好 直接挑戰 這應該就是我現在的隊伍 先看看 敵方童帝打我們 敵方的速度比較快 吹雪... 不能爆擊 做不到輸出... 對面能做到暴擊 應該會直接擊敗我們 對面的速度很快 看到了 這就是甜美假面的好處 就是直接攻擊我的童帝 直接攻擊我的後排 這裡是... 黃金球開技 清掉對面差不多了 接著是我的疫苗人攻擊 有吹雪攻擊 又有暴擊 對面只剩下一隻 對面很明顯是玩提速隊 基本上攻擊力不算太高 所以我都頂得住 對了 如果要玩提速隊 我覺得可能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輸出 好了 跟第二隊打 這次有獨角 以及性感囚犯 一開始我先打開 對面暈倒了一隻 兩隻崩壞 對面是童帝 我兩隻都還有崩壞 咦? 對面先打開 我們就... 原子武士開技 然後爆擊 黃金球再打開 對面基本上只剩下三隻 哇 龍捲風 我們這裡差不多死了 OK 開盾 接著是疫苗人做過沒用的輸出 好 這裡 控制 暈倒了一隻 而且有爆擊又獲得能量了 不止沒事 差不多完成了 OK 完成了 其實我現在崩壞的陣 打PVP 也不算太差 我自己覺得 嘗試一下月級挑戰 看看會不會贏得到 對面的能力值... 嘩 被對面欺負死了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對面有這個... 嘩 對面是反傷 如果我打全體的話 自己是很傷的 好了 先看看 好 對面也開了技 咦? 對面開技 但對面又爆不到擊 所以... 沒什麼大的威脅 拿不到體 不過你看到他反過傷 反得很嚴重 玩全體 看看 好了 不過沒問題了 對面的反傷 那隻基本上死了 我們也不用擔心 好 先打開盾 我們的背心大師 好 全都吸傷了 對面也是 這裡等同帝來了 沒有暴擊 等我們的原子武士暴擊 好 這次有奔賣有暴擊 這次 到黃金球了 應該直接完成了 差一點點 好 玩完了協會競技 我們就玩對決賽了 我覺得對決賽挺好玩的 分英雄和怪人吧 不過我怪人還沒升 我們先玩英雄 看看對面會不會有些特別強的敵人 對 我覺得可以打一打 嘩 這裡也沒辦法 吹雪吧 不如 背心大師放在後面 好像沒什麼用 而我的甜美假面未升 這個最慘 不過沒辦法 如果要啟動那招技能 就要用背心大師放在後面 其實不應該放在後面 不過沒辦法了 陣容也是這樣 不過因為我的甜美假面未升 如果要玩這個玩法 我建議用單體的角色會比較好 對面兩隻崩壞 崩壞非常有用 因為崩壞了 我們輸出來會極大 嘩 黑光一下就完成了 這靠了一萬 很多 好了 我們用這個 原子武士 開招 接著拿體 拿能量 接著再來黃金球 好 扣了二萬多 好了 這裡 背心大師其實真的沒什麼用 這裡 我們開盾也沒用 不如... 但沒辦法 我們先搞定無證騎士 不管了 撞在後面 好 我們先開技 不要緊 同帝可以開技 咦 有暴擊 嘩 撐住 沒問題 這裡我們開原子武士 打多體多了 這裡普攻 不死不要緊 普刀 還是不死 這樣就用普攻 沒有其他技能可以做 喂 這裡應該... 差一點 跟剩下 童帝 還燒死了 這裡是原子武士開技 接著一拳 好 完成了 挺難打 如果用全體輸出的陣 去打英雄對決 你會見到略為辛苦 所以我之後應該會升上甜美假面 看看 逐隻擊殺人 放在後排就好 因為暫時的陣 如果說崩壞這個陣 我又覺得好像不太適合去打 即是黃金球那些 你看到打全體 單體 如果單體快一點 秒對面會比較好 如果說實力相當 打全體 其實是有點洩漿的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